各位師兄好,跟大家說7月7日的其他賽事 未支持我的朋友,如果想支持我,就按一按訂閱的按鈕 希望你們可以支持我,還有點讚我 不說太多了,先說馬 這場我想跟大家看健康在望的影片 看完影片再說 上次他是初上千四的 這場馬都爆得很厲害,雲來爆的 中心美麗真是慢閘 前面快的馬,中檔位置有飛虎英雄 再見到外面勝利在手,已經蓋上來追出粉紅衣 還有一隻瀟灑王子 進展第四位,健康在望 再見到第五位的馬,外面橙衣全心全意 馬嵐中間紅衣黃帽,成你所願,內蘭皇帝賽 再後的馬,先見到平山新星 黃黑格仔衣是猴王區 內蘭尾五,粉紅眼罩 中心美麗,在外面福家旺旺 尾三,威力名城 後面兩隻潮州小指,街運來 轉彎中間,前面方頭是瀟灑王子 全心全意,跟著第二 勝利在手第三,第四位飛虎英雄 外面第五位的馬,還有健康在望的灰色衣 內蘭第六位,還有皇帝賽中間,成你所願 在外面,綠色衣,紅眼罩,福家旺旺 兜出去外面追的馬,也有威力名城街運來的馬 退了去尾三四,那隻就是中心美麗 最後直路,前面瀟灑王子,內蘭還是佔先 見到外面,健康在望,已經上來追著他 再見到最外面,威力名城街運來上去 後面的馬,還有潮州小指 最後八多米,外面的街運來已經過了 贏出這場賽事了,至於跑第二名的馬就相當接近了 健康在望中間,潮州小指過了他 第四名,賣別 這一場馬其實的水準呢,我都覺得是有些 就是有些懷疑的,那譬如瀟灑王子那些 放得那麼快,那就益了那些 街運來,潮州小指兩隻後上的 變了他這隻健康在望,皇帝賽 那些 produção最好的,放得好位 那些全都斷了,那些勝利在手 那些沒有表現,沒得說 但這隻健康在望,守的位較快 回到後不斷,還可以折 雖然對手不太好 有點懷疑 但他跟得前 回到後還可以折 我覺得他的跑法是吃虧了 但還有 這系馬的鬥志比較好 有時候馬房也好鬥志 馬主也好鬥志 現在是怕田泰安怎樣做 是很怕他的 其實二和三都想拿去做膽 馬到宮城今天又脫過眼罩 不知為什麼脫下眼罩 雖然上次我買了他就爆肝 大量血的 但阿摩都不理他 我都說砌到死為止 既然爆肝出來的 都是跑盡的 但你拿去做膽 有點害怕的 上次跑法 有些虧的健康在望做膽 希望田泰安生生生生 如果算賽職水準 就買到成功高些 真的買到成功高些 現在看一看健康在望 有得再進步 還有上次跑法虧了一點 看看這次跑法會不會改變 憑鬥志 可以跟那些三號練習一下 那我就拿了這隻二號的健康在望做膽 先跟大家說 神操 銀時 正常操練 健康在望田泰安 摸他 是積極的 慢到成功 保持功夫 歡樂家庭 不用考習 親自再考習 佩力斯 夏禮賢 佩力斯 梁家俊 也有考習 但也不是他們騎 威力騎 試了幾課 三課 合格完之後再試多兩課 星河戰隊 黃浩南 有摸的 保持功夫 大運舞台 游一游水 陳家熙 也有摸過的 保持功夫 慣性尊重 保持功夫 醫生熊星 金碧科 保持功夫 楊明峰峰 何宅堯 杜美爾 也有試過 杜美爾 保持功夫 中福者 潘明輝 要考習 考了兩課 波鍵士 探險家 功夫也積極 至尊大師 2月23日 不良於行 退出了 停過兩次課 但又試過課 考習 功夫也OK 但停了兩次 差一點 這場馬 港察局 那邊 一邊四隻 一邊三隻 一邊三隻 只有兩隻 很積極 做功夫 但兩隻都沒有表現 但不知道 是否會過來 這邊 玩一下 另外那邊 另外那邊 三隻 三隻 一二 三隻 路程根據 都不一樣 這場 我自己覺得 要用線路 單純一點 健康在旺做膽 上次跑法 虧了一點 他回到這裡 還可以折 今天如果 希望他改一點 跑法 如果馬到 功成 如果不是上次 爆那麼多 我拿去做膽 即是說 賽事的水準 上次爆到功成 那兩次 印證了是好的 但是 今天又脫眼罩 然後 上次爆肝 這裡有點疑慮 但是 希望 苗麗德的鬥志 和 這個很健康的馬主鬥志 馬刀一得 就擠到盡 拿二號膽 第一隻 拖回馬刀功成 二拖三 不能不要 三一定要 接著 金碧科 上次走到泥地 繞一繞圈回來 這隻很奇怪 上次特地走到泥地 繞一繞 這場 一向都是千四 之前 四十六分 現在四十八分 比野馬高兩分 但是 之前常常都 李保利 史卓鋒 今天沒有李保利 沒有史卓鋒 特地 不知為何 又不用李保利 又不用史卓鋒 我覺得 可能 想開一點 冷一點 先拿去 不要理會 探險家 這隻馬 我自己也要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探險家這隻馬 一直都可以守住 又可以後上 跑完一場千四 上次跑到千二 千二去除眼罩 除了眼罩 跑到千二 當然是慢一點 然後 除了眼罩 今天回來千四 有些部署 但是 你看一下 他上次 輸三個馬 千二輸三個馬 輸給明進之星 變成帝勝之星 閃電俠 後來也贏了 我覺得這隻馬 有些憧憬價值 你再看一次 他跑千四這一場 跑千四 還趣動力 美麗 動力 明進之星 所以那隻勇進大師 為什麼我選擇他做膽呢 就是這樣 跟什麼馬跑 珍珠鳳凰 探險家 陽明滿滿 鑽石達人 變成那隻勇進大師 抹到莫雷拉 真是要看的 但不要說這場 先說這場 變成這隻探險家 後來追回來 輸就輸好像七個馬位 但是跟那些珍珠鳳凰 都是差一個馬位 勇進大師差兩個馬位 你這隻馬還是有進步的 今天就 用到波見屎 上次他就 李敬國 李敬國停賽 換過波見屎 功夫呢 都是積極的 我覺得選了兩隻熱門馬 要選爛馬 波見屎 跳拍尖子 拍不忘初心 拍黃暴之星 電訊火箭 連人位置 健康在望二號做膽 希望田泰安不要找不到位 是怕這一點 如果不是他三甲一直 我覺得都是 穩陣的 是怕他找不到位 3號 馬倒攻城 不能飛 這隻馬飛不到 就算他上次爆光 也不能飛 因為他賽事水準實在是高的 然後 還有金碧科 李保利 這隻馬 也沒有 放過梁家俊 上次泥地兜完 今天回來千四 十檔 十檔 這隻馬 留又可以 追又可以 留著中間又可以 後上一段又可以 機動 但又是要靠穩位 另外 還有探險家 不用講解釋 這隻馬 我覺得 在這裏叫做側身 變成 前面銀匙那些會快 大運舞台那些都是守住好位 楊明鋒鋒籤 都是擺得前一點的 變成自尊大師入放 希望這些探險家 金碧科 馬倒攻城 馬倒攻城 馬倒攻城就快 健康在旺那些可以守住位跑 即回來擠 看看擠得近不近 其實我也很怕自尊大師 如果他跑得回 他的 他的 他的跑法是比較好 但是也不理得那麼多 選得那麼多馬 什麼 哪選得那麼多 愛了健康在旺 劏馬倒攻城 金碧科 和 那隻探險家 四連環四重彩 我駁兩隻冷門 一隻歡樂家庭 今天脫下午 試幾貨集 其實這隻馬 試了幾貨集 其實真的沒什麼看的 但是你會發現 他這隻馬 是怎樣呢 其實他後追 又OK 守住位 又不是說 尾的斷斷 尾的斷斷 就是鬥志問題 就是 放到斷斷就斷 很正常 是吧 但是 告訴你這隻馬 守住位跑都OK 其實他衝的都OK 變了有點憧憬價值 而且我選擇多一隻 大家都不要搏搏 這隻也是吸收馬 看他能否出閘 這兩次都輸16 28個馬位很恐怖 但是你看他之前 輸4個馬位 6個馬位 輸4個馬位 6個馬位 那時候出閘順利 但是 對上次出閘又說不順利 表現難以接受 你看他什麼時候出閘又順利 試了幾個複雜 就是 這些叫做薄大霧馬 選了兩隻熱門的 選了兩隻熱門的 希望四連環四重彩 拖一些冷門回來 我就選Q 和位置Q 二拖 三 十 十三 四連環四重彩 腳就愛兩隻無離頭馬 歡樂家庭 和中福者 是的 歡樂家庭 和中福者 這場我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希望各位支持我的朋友 按一按紅色訂閱的鈕 按一按旁邊的鈕 有影片提示大家看 還有 有空給點Like 鼓勵一下我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第七場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多謝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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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看看 找那個鈕 應該會的鈕 我們在床大 Bogció 那種說